大家好 上期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的葱正处于葱白熏成期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补充养分 还有表面的一些杂草也要给它弃除干净 才有利于葱生长得更加强壮 但是由于这段时间 雨水特别多 葱它不需水 而且它比较耐旱的 由于水分过多 外部的叶片全部出现发黄的现象 看外部的叶片全部出现发黄 干枯腐烂掉了 像这种水分过多 如果我们是栽种田园 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水分 尤其是有水沟的 像我们家的这些水沟 一定要通畅 把水分流走 这样这个土壤就容易干一点 才有利于葱的生长 如果土壤水分久久不干 就会影响葱的生长 而且严重的话出现烂根的现象 另外我们想要葱快速的生长 都会给它补充一些养分 但是补充养分 我们就要注意了 使用一些干肥比较好 这样就不用吸吸水 也不会导致土壤水分过多 而引起了烂根 可以使用这种 芝麻饼肥 所含的淡泥甲元素非常丰富 有机具非常充足 70% 我们把它减埋到土壤里面 这样就能让它慢慢的释放养分 也不会引起烧根烧苗的现象 直接把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买上土壤 使葱白形成的更加快 更加粗壮 两个页适用一次即可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